B媽被捕 海情私藏小提琴陷 半歲大的編女海情一度懷疑被拐終於水落石出 大批警員在今天凌晨押31歲涉嫌非法處理屍體的海情媽 去新蒲江大廈的家搜證 消息說 海情媽昨天回到西九龍總部協助調查時 已與警方公清 上個月17日下午 發現女兒全身冰冷死在嬰兒床上 驚到不知怎麼辦 所以就在凌晨 將B女屍體放入小提琴盒 再丟在後樓梯 警方估計 屍體已被送到將軍澳堆填區半個月 今早便會派人去找英施 現在還查是有人疏忽照顧 還是他殺成份 不排除當中有幫兇 上個月23日 即是B女死後的第六日 海情媽推著BB車 去到賈丙達到公園外 聲稱被一個女人借機紋路 再由男同黨拐走B女 警方連日到現場一大調查 又回看CCTV 都沒有發現所說的拐子婆 而且海情媽連日每次出入 BB車都是蓋到神 疑點重重 懷疑她是想找街坊做證 B女是在BB車上面 消息說 警方懷疑有人演戲擺胸B計 所以單案的重點就集中在海情媽身上 然後跟蹤和監視她 有大律師就說 如果擅自將屍體埋葬或拿去丟 都屬於非法處理屍體 最高可被判監7年 還說 如果找不到B女屍體 警方不可以透過驗屍 確認B女是自然死亡還是被人殺害 要告有關的人謀殺或誤殺都很難